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哥 大姐 好 好 午餐好吃嗎 好 還沒吃啊 本來小時候要帶你們做一下運動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吃完飯以後 我們再來運動一下 對 今天大家喜樂嗎 喜樂 為什麼那麼喜樂 對 因為我們的莊姐說 有神與我們同在 阿們嗎 阿們 所以我們要每天喜樂 阿們嗎 告訴你的隔壁 喜樂是你最美的外觀 所以每天要 感謝主 每一天我們都要靠主常常喜樂 阿們嗎 阿們 感謝主 等一下 我們要盡情的享受美食 等一下呢 我們吃完以後呢 我們也要盡情的運動 好嗎 好 我們今天不只是要來聽聽分享 我們還要請你 把你的手 把你的腳 借給我 所以呢 我們等一下就要先來跳過 我們這一段 那個請你吃的時候呢 也一邊聽喔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唱這首歌 我在這裡喜樂 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沒有啊 哇 這個是非常老的歌 它叫做 我在這裡喜樂 我在那裡喜樂 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喜樂 所以呢 我們在任何地方都是要喜樂 阿們嗎 阿們 在家裡要不要喜樂 要 在家更要喜樂 所以喜樂是您永遠最美麗的外觀 阿們嗎 只要你喜樂 不管你的年紀多大 你都是最美的 阿們嗎 阿們 在上帝的眼中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最美麗的 阿們都可以像這朵花一樣 這兩朵花一樣 燦爛的 為上帝來燦爛的發光 好 那我們就要來繼續 有 有沒有人看得清楚這個照片嗎 這個 這個照片是 我 我們 我們家從小 我在 我家呢 我們家從小 我們是三代的基督徒 我們家是三代的基督徒 我的外公呢 他是 以前呢 也是船道人 後來呢 因為 從福建呢 坐船呢 到廣州的時候 就 就得了那個 劣疾 然後就過世了 所以當我的 外公過世的時候呢 他就把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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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啊 蛤 誰 媽媽 媽媽 對對對 對不起 所以不是我的外公 是我的真祖父 哈哈哈哈 我的真祖父是那個 傳道人 那因為 我的真祖父呢 很早就過世了 得了孽疾過世 所以呢 我的外婆呢 就把 我的真外婆呢 真正外婆呢 就把呢 我的外公呢 搞混了 反正 搞混了 反正 後來他就把他們送到育幼院去了 結果呢 我的媽媽呢 因為她是最小的 她是姨父子 還在我的外婆的肚子裡面 我爸 我的外公就過世了 所以呢 我的媽媽 就沒有被送到育幼院去 那後來呢 我媽媽呢 跟著我的 我的 外婆呢 一起來到台灣 她們在台灣的時候呢 我的 我的媽媽 她本來呢 她們是住在小港 後來呢 她就經過梅索之言 她呢 就嫁到 台北來 我媽媽呢 她嫁到台北來的條件就是呢 只要呢 是姓祖的 姓耶穌的 她才願意嫁 如果呢 這個人 娶她願意呢 相信耶穌 她就要嫁給她 我的 爸爸呢 就同意了 她要相信耶穌 所以我的媽媽呢 她就嫁來台北 她一個人嫁來台北呢 她生第一個孩子的時候呢 她呢 第一個孩子呢 你猜是男生還是女孩 女孩 蛤 蛤 我是老二 所以 是男孩 一舉得男 所以我媽媽很開心 可是呢 我媽媽生孩子的時候呢 生下孩子 第二天喔 你知道她去哪裡 你猜她去哪裡 教會 對 她就把孩子放在家裡面 然後去教會喔 我的媽媽非常的愛主 後來呢 我們家連續 我的爸爸生了四個孩子 我是老二 生了四個孩子以後呢 那個時候我大概是六歲 我的爸爸呢 就得生病 得肝病 那個時候的人好像很累喔 容易得肝病 所以就過世了 過世了呢 你想 我媽媽一個人在台北 怎麼辦呢 蛤 還有四個小孩 對啊 還有四個小孩 怎麼辦 蛤 蛤 我媽媽呢 我媽媽呢 她就想到 她的哥哥們 她的兩個哥哥 以前呢 因為她的爸爸過世了 他們被送到育幼院 她就想呢 她要把我們四個孩子 都送到育幼院去 所以呢 我們四個孩子呢 都在育幼院長大 我跟我中間的弟弟呢 是最幸運的 因為那時候我們 我是六歲 我的弟弟是四歲 我們那個育幼院呢 只收六歲到四歲的孩子 如果超過的話呢 她就被要送到其他的育幼院去 因為年紀太大了 她沒有辦法收 太小的也沒有辦法收 所以我跟我弟弟最幸運 我們兩個呢 就在那個育幼院 一直待到那邊 可是呢 我的哥哥呢 她就被轉送到 其他的育幼院去 然後再回來 我的妹妹呢 更可憐 因為呢 她太小了 她們把她送到育幼院去 那時候只有一個 異光育幼院 她們會收那個小孩子 她呢 聽我媽媽說 她呢 她在育幼院的時候 一直哭 那個育幼院 沒有辦法照顧她 所以就送回家 讓我媽自己照顧她 所以我的妹妹最可 就是被輾轉了 送到好幾個地方 非常的可憐 我想到她就非常可憐 那我呢 跟我的弟弟 我們兩個最幸運 我們就在那個 博大泥運 在這個地方成長 那我 這個 這張照片呢 我媽媽呢 後來呢 當我六歲的時候 去育幼院的時候 我媽媽後來就改嫁 她呢 改嫁 改嫁了這個人呢 這個人呢 是我們那個院 我們內 因為我們 我媽媽 我的爸爸是在連勤做事 在連勤做事呢 我的這個繼父呢 她呢 聽說啊 是我們那個巷子 就是我們那條街上面 大家都不願意 把房子租給她 因為她的脾氣太壞了 沒有人願意要把房子租給她 她呢 只能住在那個 那個 廁所的旁邊那個房子 因為沒有人要租 所以她脾氣非常的不好 我媽媽要嫁給她的時候啊 每一個人都告訴她 你千萬不能嫁給這個人 你嫁給這個人 你就麻煩了 結果之後我媽媽呢 還是嫁給她的喔 所以我媽媽呢 嫁給她的時候 非常的可憐喔 我聽說呢 我 小時候 我們在育幼院 回 寒暑假或回家 回家的時候 你都看見 我媽媽都戴個帽子 為什麼戴帽子呢 你猜 喔 不是戴帽子 不是被打 是因為呢 太 被 被壓力太大了 壓力大到 她要拔頭髮 喔 頭髮呢 都是短 非常的短喔 因為長不出來嘛 所以非常的短 後來我的肌膚過世以後 我媽媽才把頭 把帽子 摘下來 因為她 開始長髮了 頭髮開始長出來了 我媽媽從前都吃那個五分豬啊 她常常會頭痛 因為壓力太大 所以 我們每年的寒暑都回去 我的弟弟 就是我中間的這個弟弟 他很聰明 八歲的時候 他就覺悟了 他想呢 我呢 沒有爸爸 我可以靠誰呢 知道 喔對 非常好 我們媽呢 幫我們選育幼院 也是一定要選擇是育幼院 就是 基督徒的育幼院 她才幫我們送去 所以我們在那個育幼院呢 我們就是 每天早上都要讀經 每天早上跟晚上都要做禮拜 那我的弟弟非常的聰明 八歲的時候他就覺悟 覺悟什麼呢 他就要好好念書 所以我的弟弟呢 寒暑假不跟我們回家 因為他要好好的念書 好好的念書呢 你知道我的弟弟後來 好好念書 他考到哪裡嗎 我的弟弟呢 後來他要念到 美國最好的一個學校 他叫麻省理工學院 所以他非常的認真喔 啊 不會不是功夫 第一年呢 我們還幫他奏學費 我記得我做事的時候 我還奉獻了他一些的學費 因為那時候很年輕 那時候他也是要賺 那個他 對他也不夠學費 不過後來他也幫助我了 後來我念華神神學院的時候 我的弟弟他就幫助我 支持我 然後這個 所以我們互相幫助 我的弟弟非常聰明 那這是我六歲的時候 我們受習的照片 你猜哪一個是我 太遠 哦不是六年級的時候 太遠了 有人猜到了 我是那個中間的那個 最高的那一個 我呢 在育幼院長大呢 我是 我很早熟 所以我比較高 那一般呢 在那個時代呢 大家都非常的 怎麼樣 蛤 你猜 在那個時代 蛤 大家都還比較 大家都非常的瘦 只有我呢 比較高 像現在一樣壯 所以呢 大家都常常會開我的玩笑 常常會給我取一個外號 蛤 有沒有人可以猜到那個叫做什麼外號 蛤 蛤 兩個字而已 蛤 蛤 不是胖子 蛤 也不是叫飛豬 感謝主 蛤 不過那個名字也會讓我非常難過 蛤 他的名字叫做那個神木 蛤 蛤 所以他每次叫我神木 所以從小呢 我就對我的胖呢 非常的介意 我呢 非常的介意 介意我非常的胖 所以我就想說呢 我要減肥 常常我 我的 國中畢業以後呢 我去做事 因為我的家呢 沒有錢供給我們考聯考 我回家 我們國中 那個住在育幼院呢 國中畢業就必須要回家 那我呢 回家要考聯考 連考的錢都沒有 所以就必須要去做事 所以當我去做事的時候呢 我很介意我自己很胖 很胖 所以我就想說我要減肥 我常常呢 要減肥 譬如說我吃一餐的時候 我會吃很多 然後呢 就心裡會內疚 就把它吐出來 對 所以這個是 一個 有點像現在人 聽說現在人很多流行這樣的 有的 像外國的迷心 他有厭脂症 我那個時候呢 就會這樣 吃了 然後又吐 吃了又吐出來 所以 你看我的 假撞蟹 那個太撞蟹 我的假撞蟹 比較大一點 可是呢 感謝主還沒有傷到他 所以呢 後來信主了 所以沒有傷到他 所以這是我 國中 我 國小畢業 我們那時候受洗的照片 這個呢 是我們在木柵 我是唸木柵 我是唸木柵 我們唸木柵國小 你猜猜看 這裡面哪一個人是我 哪一個 躲在後面的那個 對 你看那個人就是我 我以前多 多害羞啊 你看我以前多 多自卑 因為我覺得呢 我這個 那個父母也不愛 老師也不疼 我們那一屆七個人 大家都長得非常的漂亮 結果 那個老師呢 每一次出去呢 都要帶漂亮的 對不對 帶漂亮的 孩子出去 他就是不帶我 我只有有一次 好不容易呢 那個老師呢 那個大發憐憫 他要帶我出去 結果呢 因為他出去了太開心了 他呢 那天晚上我們非常晚回來 我們那個育幼院有門禁 結果呢 那個禁不來 老師怎麼辦呢 他就呢 想辦法呢 叫我爬到那個圍牆上面去 然後叫我呢 從上面跳下來 你想我敢不敢跳 我不敢跳 從此以後 他就再也不帶我出去了 所以那個 所以我從小呢 覺得非常自卑 非常自慘 你會覺得自己這麼 這麼不夠漂亮 沒有仁愛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下一張 你看我的頭都是低低的 這是我國中的照片 我的頭 都不敢拍起頭來見人 所以我 可是呢 我們育幼院呢 他從小呢 他就叫我們每一天背聖經 讀背經 然後讀經 可是呢 我呢 當我們 國中畢業的時候呢 國中畢業的時候呢 我就開始 我就決定呢 我 不要信耶穌了 為什麼不要信耶穌啊 蛤 沒有 我為什麼不要信耶穌 因為我覺得 信耶穌這麼窮喔 像我媽一樣這麼窮 連我考 連考的錢都沒有 這 我想說呢 我不要信耶穌 因為信耶穌太窮了 我要去 我要看電視 我看電視那些花花事件 賺了 這些人 穿美衣美服 穿 賺很多錢喔 我想呢 我要去像他們一樣 賺很多錢 然後呢 等我死的前一刻 我才要信耶穌 因為呢 那個時候 我就可以上天堂 所以我的算盤 是不是很如意啊 我打著如意算盤 我在想呢 我要好好的 玩這一生 我再來信耶穌 所以呢 當我呢 畢業以後呢 我就真的去做事 去賺錢 那個兩年以後 我去念書 念書以後呢 我就做事 後來呢 就轉轉的 去到我們的 育幼院的老闆的餐廳 然後請我去幫忙 因為他跟我弟弟很好 所以我就去那邊幫忙 去那裡幫忙的時候啊 我喜歡呢 那邊的 他們公司是一個 當時非常有名的建設公司 我喜歡呢 他們建設公司的一個工程師 那個工程師呢 長得 我很喜歡他 所以 我呢 我很喜歡他 可是呢 我發現啊 我每次看到他的時候 他從前面走過來喔 我就 趕快跑走了喔 因為呢 我實在 太不好意思看到他了喔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不夠好喔 所以我 雖然我很喜歡他 可是我就 他 從前面過來 我就從後面走了喔 我就是不敢 看到他喔 而且呢 我發現啊 當我 我們 我發現呢 這個世界上呢 找不到一個 無條件 愛你的人 對不對 是不是 你覺得 是不是 因為一般人的條件 都是要你長得 像我們小莊姐一樣 這麼的美麗 是不是 或者呢 要長得 非常的帥 非常的高 有錢 是不是 一般的人 要選的條件 都是又美又帥 對不對 有錢 對 是不是 對 對對 對 對 是 是 是 感謝你喔 希望每一個男生都這樣想 可是呢 很遺憾 很多男生都是外貿協會 是嗎 哈哈 所以呢 所以呢 我就 禱告上帝 我說上帝啊 這個 如果呢 你是又真又魔的神 請你向我顯明你自己 你是一個又真又魔的神 所以當我做這樣的禱告的時候呢 上帝呢 沒有聽我的禱告 上帝真的聽了我的禱告 我怎麼樣知道他聽我的禱告 我呢 每一次呢 當我開始 以前呢 我都背聖經 後來呢 我呢 現在呢 我背聖經的時候啊 我看聖經的時候 我就發現 我每一次看聖經 我就一直掉眼淚喔 我覺得這個聖經裡面 好像是在寫我的事情 我覺得 欸上帝怎麼那麼了解我喔 寫的都是跟我一樣喔 所以我每一次 讀聖經 我就一直掉眼淚 而且呢 我去到教會裡面聚會 我也一直不斷的掉眼淚喔 為什麼我一直掉眼淚 你知道嗎 因為我非常的感動 我覺得上帝非常的愛我 觸摸我的心喔 所以呢 我非常的感動 可是當我感動的時候 我知道 上帝透過我的眼淚 醫治以前 小時候的傷 所以我 非常 每次 所以我就決定呢 我相信上帝 聽了我的禱告 可是呢 你知道嗎 我的小時候 我小的時候 因為呢 我呢 沒有像我的這個弟弟這麼聰明 我小時候 非常容易放棄喔 我呢 國小到國中的時候 要唸英文 請問有沒有 那個 你的英文很好 請舉手 不錯 哈哈 因為很好 英文很好 我國小到 到國一的時候 我第一次 我們學校考試 就是考24個字母 26個字母 對呀 謝謝你 可見到現在英文還是不好 26個字母 結果呢 我考不好耶 你知道嗎 我就放棄了 我的英文就放棄了 我就不念英文了 可是有一次啊 老師考試啊 我為了要得好成績啊 我就 考試偷作弊喔 結果老師呢 他就看見我在 患子 患小超 結果這老師就走過來喔 我就一直禱告上帝 上帝啊 救我啊 讓老師 千萬不要發現 你想 上帝有沒有聽我的禱告 蛤 來說沒有的請舉手 來 所有的請舉手 喔 你看 謝謝你同情票 上帝 上帝聽了我的禱告 他沒有讓那個老師發現我 所以呢 我沒有被抓到 不過呢 我那時候我心裡想 這是巧合 上帝怎麼可能會聽我的禱告 所以呢 我認為這是巧合 可是呢 後來呢 我剛才有說 我信了耶穌以後 我相信上帝不是巧合 因為太多次了 你叫他 他都有回應 是不是巧合 不是喔 你就知道 這個神是真的 你跟他 問他的時候 他都會理你喔 就像你要 你要叫 如果你的媽媽住在二樓 你在一樓叫他 他有回應 你就知道你的媽媽在二樓對不對 是不是 是不是 對不對 對嘛 我們的神住在天上 我在地上叫他 他有回應 是不是在 是不是 他有沒有在天上 有 這個神是真的 對不對 他有回應我們 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當我 我以前 所以我一直在尋找 什麼是無條件的愛 我只有在耶穌裡面可以找到 我回來信耶穌的 第一件讓我學習的事呢 就是 一天的難處 一天當就夠了 來請你 有沒有看到這個紅色的字 有沒有看到 有 沒有啊 有 我們都吃完飯了對不對 請你來跟我做一下 這個運動喔 很簡單 一天的難處 大聲一點 一天的難處 一天當就夠了 一天當就夠了 請問你們很簡單 來我們再來一次喔 今天呢 今天結束以後 你要會背這結晶文喔 可以嗎 非常的簡單對不對 再來一次喔 一天的難處 一天當就夠了 再一次 一天當就夠了 一天當就夠了 非常好 我們脆薄的 92歲的奶奶都會背喔 請問你們比92歲還更年輕更大的 沒有喔 等一下呢 結束要考一下喔 哈哈 考對了 就可以 我們再來 最後念一次 一天的難處 一天當就夠了喔 我小的時候呢 最容易煩惱了喔 因為我媽媽呢 人家 我媽媽 人家都叫她老天童 不知道有沒有知道什麼叫老天童 就是很會煩惱的意思 很容易煩惱 我媽媽煩惱什麼喔 煩惱呢 以後老的時候誰養她喔 我媽媽那就不斷的存錢喔 她呢 煩惱以後老的時候誰養她 我呢 跟我媽媽學習喔 我 我很像我的媽媽 非常的節儉喔 而且呢 我也非常的擔心以後誰 老的時候誰養我 所以呢 我們呢 我媽媽呢 非常的節儉 也非常的勤勞喔 我呢 也是喔 節儉 而且呢 我去工作的時候也是 一定要加班喔 當 如果呢 沒有加班呢 我就會覺得自己太懶惰了喔 可是呢 你知道信耶穌 讓我覺得第二件好的事情就是 信耶穌的人 禮拜天要不要上班 蛤 不用上班耶 好不好 好 太好了 對不對 禮拜天不用上班 是不是偷懶 不是喔 禮拜天是要來親近神的喔 我們的中國人有一個觀念 都認為要非常的勤勞 對不對 都不能休息 是不是 可是呢 信耶穌第二個好的事情就是 禮拜天可以休息喔 感謝主阿妹媽 真的是非常感謝主 所以一天的難處 一天的難處 太厲害了 太給自己一個那個拍拍手 哈哈哈 好 非常的好 感謝主喔 所以呢 這是我信耶穌以後呢 我去新加坡啊 參加我的一個牧師的婚禮的時候 在牧師的婚禮的當中呢 我覺得喔 我感覺喔 我感覺上帝呢 讓我看見一個 也不是一個意象 讓我看見呢 藝人的道路好像 什麼 黎明的光喔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喔 我覺得上帝告訴我這句話喔 他說我的 如果呢 我們相信他呢 我們會為上帝來發光喔 像黎明的光喔 直照到日午喔 所以呢 當我在那個 以前呢 我在工作的時候啊 那時候我們在工作 工作的時候 請問我們的同事們呢 大家都會互相看手相啊 請問你有看過手相的請舉手 手相喔 用手 看過手相 有沒有 你看這些人很誠實喔 其他人都沒有算過命嗎 有沒有 哇很棒喔 我們那一個同事跟我說啊 我呢 沒有出國線喔 沒有出國線 你看 我信了耶穌以後 這是我第一個開始喔 我去了新加坡喔 參加一個婚禮 後來呢 我們的牧師又帶我到馬來西亞去玩喔 所以呢 那個 我去了馬來西亞喔 那這一張呢 不是馬來西亞 有沒有可以猜猜看 這一張在哪裡 哎呀 你怎麼那麼厲害呢 你去過約旦河了嗎 哇 好棒喔 有人舉手了耶 奶奶 這是約旦河 沒錯喔 我在那邊做什麼 授禧耶 感謝主喔 跟耶穌一樣 在約旦河授禧喔 你也是在約旦河授禧喔 感謝主喔 是那時候我非常的清楚喔 我呢 在工作的時候呢 我的 我有一天呢 我就覺得上帝呢 叫我要去以色列喔 我在想為什麼我要去以色列 上帝就告訴我啊 當你去 你如果說你要去以色列的時候 你的同事會問你要不要去 為什麼你要去以色列 會不會 去三次喔 去三次喔 感謝主啊 所以我們的同事呢 上帝說呢 如果你要去以色列 他們就會問你 為什麼你要去以色列 結果我的同事呢 那你就會有機會跟他傳福音喔 所以呢 我就去以色列喔 感謝主喔 在以色列 我們去了很多地方喔 那個 這個 這是跟我去的一些人喔 這個呢 這是耶穌的 有沒有人記得 這個去了三次的奶奶 這是哪裡 蛤 蛤 教堂喔 耶穌的壽難 好 我們在那個 那我在以色列的時候呢 我覺得上帝 上帝呢 上帝呢 我跟上帝 許了一個願喔 因為當時我們的導遊說呢 不管你會不會 那個語言喔 你 我跟上帝禱告說 上帝啊 如果呢 你要拆派我到哪裡喔 都可以喔 即使我不會語言的話 我也願意去喔 所以呢 當我在以色列的時候 我做著這樣子禱告 你想 上帝記不記得 上帝非常的記得喔 上帝非常的記得喔 對所以呢 我呢 後來呢 我信了耶穌以後呢 我就去了 因為我在哪裡長大 育幼院長大喔 我就在想呢 我可以去育幼院工作 所以我呢 先去了 我先去了聖道育幼院做事 我在聖道育幼院做事的時候呢 我看見 我感覺 在當時的台灣呢 大家呢 他物質上面都非常的豐富喔 可是呢 心靈上面非常的缺乏 所以呢 上帝呢 後來呢 他就把我帶離開聖道育幼院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上帝說呢 要我去到 更沒有人要去的地方喔 就是去到殘障的一些人 殘障的那些人的工作喔 所以呢 我就去了那個殘障的那個工作裡面工作 而且呢 我們在那個機構呢 他是要受訓喔 受訓呢 他們就派了一個 一對一個 國外來的 加拿大來的一個牧師 他來分享 這個加拿大的牧師呢 他呢 就跟我們分享呢 如果呢 你要當實習生喔 你要當intern 去到加拿大的話 你就可以來喔 一年呢 一個月的 一個月的生活費呢 要五萬塊的生活費喔 高不高 高喔 我們的同學啊 大概像你們這麼多喔 沒有一個人敢申請耶 可是呢 我覺得上帝呢 要我去喔 所以呢 我就申請喔 我覺得上帝要我去 他一定會替我負責 所以呢 我就申請了這個 這個 這個 申請了去加拿大喔 申請了去加拿大 成為他們的實習生喔 那個我在去之前呢 我們的那個工作單位呢 他是一個 有外國的宣教士在那邊幫忙喔 這個外國宣教士呢 我就請他幫我寄 填寫這個表格 因為我的英文 很不好喔 所以呢 我就請他幫我寫 然後呢 我要出國之前喔 這個 這個 宣教士呢 我就跟他學英文喔 他說呢 你出國之前才學英文啊 你也不嫌太乖啊 所以呢 他就嘲笑我喔 不過呢 這個這張照片呢 就是我的弟弟喔 我的一個這個 比較穿藍衣服的 這是我在那個 我唸最好學校的那個弟弟喔 我跟我的另外一個 我的繼父的弟弟喔 我們一起 我們沒有一起喔 我這個弟弟 我這個另外一個 穿白衣服的弟弟喔 那是我繼父那邊的弟弟 我下喔 我的妹妹下面的弟弟喔 那個時候我這個弟弟呢 他呢要考高中啊 他也不能去念書 因為家裡太窮了 那我的父親呢 他應該不是 對 他太窮了喔 那他呢 就要把他送到軍校去 我的弟弟非常想要念書喔 很可憐 他呢 就去賣口香糖啊 可是呢 沒辦法 還是沒辦法 就被送到軍中去 聽說他在軍中的時候 非常難 非常的難過 很挫折喔 沒有人幫助他 所以幸虧 一個老師跟他說 你在軍中好好的念英文喔 就可以 就可以了喔 那我感謝主 我的弟弟聽了他的話 他就好好的念英文喔 我這個弟弟後來 軍中派他出國 兩次去那個外國 學習 所以 也是感謝主 所以那時候 我們剛好再去看 我們的 我弟弟的學校去看他喔 他後 第一年我的這個弟弟是自費 第二年以後他就公費 然後 在那邊念到博士以後 畢業 那我去看他的時候呢 就在我辭去的這個 我覺得上帝 他叫我要 申請 去加拿大 去那個那邊 去那邊當那實習生啊 所以我寫了 我去到那邊的時候呢 在美國的時候 我想說我要去美國 看看我的弟弟 所以我去要去美國的時候 有沒有人去過美國啊 一定很多人都去過美國喔 請問去美國 美國的機場大不大 很大對不對 不會英文怎麼辦啊 哈哈哈哈 有沒有人不會英文怎麼去的 蛤 跟旅行團 我不是喔 我是自己去的喔 我跟我的朋友一起去喔 我的朋友他的英文非常好 我的英文不好喔 可是呢 我有一個很棒的神喔 我跟上帝禱告說 上帝啊 我不會英文 你要拆派一個人呢 坐在我的旁邊 而且跟我去到同一個地方的喔 而且這個人還可以讓我的弟弟 搭他的車呢 帶他回去喔 結果上帝真的聽我的禱告 有一個人就坐在我的旁邊 他跟我去到同樣一個地方 我們轉機都是他帶我去的喔 而且呢 跟我去到同 我弟弟載他去到他的旅館喔 所以上帝呢 真的聽了我的禱告喔 上這個 然後呢 當我去到那個美國的時候呢 我在那邊呢 我的英文好不好 不好 我呢 可是我一直尋求上帝 因為我要求上帝帶領我前面的道路 我就去到每一個教堂的時候呢 我不斷的跟上帝禱告 求上帝帶領我前面的道路 上帝呢 真的聽了我的禱告 那一天呢 我 我的弟弟呢 因為他要忙功課 他就告訴我 可以去參加一個特會 在紐約喔 所以我在那個紐約呢 我就搭去紐約參加一個特會 這個特會呢 是一個神學院的那個院長 他們來招生喔 我就去聽了那個演講喔 然後呢 當我在聽的時候呢 我非常的感動喔 我從頭到尾 非常的感動 不斷的掉眼淚喔 然後呢 然後呢 真的喔 好厲害喔 對 我在那邊一直不斷的感動 我就掉眼淚喔 然後呢 那個牧師呼召呢 如果呢 你要念神學院的話 請你走到台前來喔 我那時候非常的感動 就走到台前來了喔 那我走到台前來的時候呢 結束以後呢 我就跟呢 上帝說喔 上帝 不會念英文 不去念神學院喔 我就反悔了喔 結果呢 我回到台灣喔 我就收到加拿大寫給我的信喔 願意讓我去 讓我去實習喔 可是你知道 在當時要去實習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喔 因為你要辦簽證 而且辦簽證呢 我去辦簽證的時候啊 那個翻譯官啊 跟我說呢 我們有一個中文的翻譯官 因為他要翻譯給那個 外國人翻譯給他聽喔 他跟那個外國人 這個中國人就說 你不會英文 你去那裡做什麼呢 欸我 對啊喔 是不是呢 那我覺得上帝給我聰明智慧 我就告訴他呢 學習東西呢 不一定要用語言喔 你可以觀察 是不是 結果呢 你知道嗎 那個外國翻譯官呢 就說 好 我幫助你喔 所以我就申請去了 在當時他是給我工作簽證耶 請問工作簽證在當時 容不容易拿 真的不容易拿喔 那是上帝給我開錄喔 那我去到加拿大 可是呢 我去到加拿大呢 會不會英文啊 不會英文 我去那邊只會 只會說呢 你有 How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do you have 你有幾個兄弟姐妹 其他我就不會說了 我告訴你喔 我去搭他們的那個 加拿大有一個叫Sky Train 我去搭車 我去的第一天喔 我跟去到這 因為我去的是一個外國教會 他們都講英文喔 那我去這個牧師 他去接我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講這兩句 其他都不會喔 然後呢 我第二天早上呢 我就想說呢 因為我帶了一個翻譯機啊 我就跟他們說 你看我有這個翻譯機 哈哈 那個其實對他們 一點也沒有用喔 我就第二天 我就想說 萬一這個沒有電池 我連翻譯機都沒有 怎麼辦呢 我就去搭那個Sky Train喔 然後我搭那個Sky Train 我就碰到 加拿大非常多講廣東話的人 對不對 我就問他說那個 這個China Town怎麼搭 要搭到哪一站呢 要唐人街 要搭到哪一站 這個 說那個廣東話的人 就跟我說 你不會英文來這邊幹嘛 哈哈哈哈 第二天就被人家嗆了喔 所以呢 這個 他說如果你不會英文 又不會廣東話 你來這裡做什麼 哈哈哈 所以呢 感謝主喔 那個 那個上帝非常的愛我 這個 這個 我去的第一次喔 這個 就下雪了 溫哥華 很不容易下雪 對不對 我們的教會非常的愛我 他就跟我說 他們就替我禱告 上帝啊 中英沒有看過下雪 你要讓他下雪 對阿拉斯加 等一下就聽到了 那個呢 所以呢 我 所以呢 那天呢 他們就下雪了 他們就上帝聽了他的寶告 就下雪了 你知道嗎 我呢 我住在西邊喔 他們住在東邊喔 因為我太開心了下雪 我就在想了 我要從西邊呢 走到他的家 在國外其實很少人走路 對不對 他們都是開車的 我要從西邊 要走到東邊去喔 我就跟上帝的寶告說 上帝啊 如果我在台灣遇得見你 我要在加拿大也要遇見你 他只帶過我去一次他的家喔 開車帶我去他的家喔 我從走路走到他的家喔 我跟上帝說 上帝啊你要讓我遇見你喔 然後上帝就真的讓我帶我走 走路走到他的家喔 上帝真的聽了我的寶告喔 帶我走了幾個小時喔 我很能走路喔 所以我一邊走我也非常的開心 走到他家已經晚上了喔 外國人不喜歡無數客的喔 他還非常開心接待我喔 他們是他們 喔那我去的這個教會 他叫做Joy Fellowship 這是我們的牧師 這個女生是我們的牧師 這個教會呢 是專門做殘障 他是一個給殘障人的一個教會喔 所以他們是全英文的那個聚會喔 那我也很感謝主 我去的第一年喔 因為我 我當我回來信主以後 我有一年的時間呢 上帝讓我在一個山上面喔 我自己在那邊讀聖經 因為我讀得非常的開心 那一年的時間 我很認真的讀聖經喔 所以後來呢 去到這個他們的教會 雖然是講英文喔 我發現我有一點 聽了幾個字我就發現 我可以猜得到他大概講在哪裡喔 所以呢 我就在這個他們的教會裡面聚會 他們其實呢 我都認為呢 我們去當實習生是幫助他們喔 可是其實呢 我覺得上帝讓我在那邊呢 讓我覺得他們 真的是無條件的愛我 怎麼說呢 愛我也愛上帝 真的是無條件的愛我們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去的第一 跟著我們的牧師 我們牧師會去探訪 我們要開車三四個小時到一個叫 南里的一個地方喔 那個 然後呢 我們在那邊要唱歌給 那個人是不省人事的喔 根本不認識我們的喔 我們要唱歌給他聽了 你想 上帝 上帝借著一個牧師帶著五六個人 去唱歌給這個人聽 開車開了三四小時 上帝愛不愛這個人 愛耶 上帝愛這個不省人事的人 他愛不愛我 愛耶 真的 我就覺得 不是我去幫助他們 是上帝告訴我 他愛我 一個不省人事的人 上帝都愛他 那上帝愛不愛我 我請問你 上帝愛不愛你 你現在年紀老了 上帝愛不愛你 上帝愛我們 愛到底 他們嗎 感謝主 上帝就是這麼愛我們 上帝是無條件的愛我們 而且呢 這個是呢 我們 我們呢都會辦 這個 我們的牧師呢 他說呢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要找 想盡各樣的辦法 讓自己快樂 所以呢 他就會帶了 他們的這些弟兄姊妹們出去玩 他們呢 這個次去哪裡 迪斯奈樂園 對啊 這是 他們想說 中英沒有去過 陪他們一起去 當然我們還是要付錢 不過還是很開心 去了迪斯奈樂園 然後呢 去了 這個是哪裡 剛剛那個奶奶說的 阿拉斯加 這是跟我的同學去的 蛤 蛤 做那個 我也不知道 忘記了 對 那個做那個船去 那時候我年輕 我在想說 我應該年紀大的時候再去 是 對 姐妹 感謝主 這個是我們照顧的其中的一個 弟兄姊妹 他們是一對夫妻 他們呢 非常的恩愛 住在醫院裡面 非常好的 非常愛住的一對夫妻 那呢 這是呢 我後來跟呢 有兩個 有兩個殘障的人士 住在一起 那這是我們的那個叫 Joy House 叫喜樂屋 那這次我們常常會帶他們出去玩 我們會去看一些動物啊 其他的 那這是我呢 我第一年的時候 我有得到了工作簽證 第二年呢 我又申請工作簽證 第一年呢 我把我工作 所有的積蓄呢 都帶去了 第二年呢 第二年怎麼辦啊 第二年我申請 申請到了 我跟上帝說 上帝啊哪來的錢啊 結果 上帝給我的一句話 就在伊利亞 伊利亞 那個 他上帝讓他要被 烏鴉凋屏對不對 後來上帝派他去 給一個寡婦 養他 他跟他說呢 這個台裡面的麵 跟油 都不會減少 上帝給我這句話 你想如果上帝給你話 你會不會擔心 不會擔心啊 那你們信心比我還好 我還是非常擔心 可是呢 我就回家了 第一年呢 我得到了第二年的工作簽證 然後呢 我就回台灣 我回到台灣的時候呢 我的妹妹啊 她 我晚上跟她 我跟她住喔 她跟我說啊 你好厲害喔 晚上做夢都講英文耶 感謝主喔 第一年 就已經學會英文喔 感謝主喔 那個 我們家的外勞喔 待了三年 還不會講中文喔 哈哈哈 感謝主 所以那個 非常的開心喔 可是呢 那個 因為呢 我的妹妹啊 因為她生病喔 所以她就一直告訴我 你千萬不要去啊 你不要去 你去的 那個叫我 誰照顧我喔 那我心裡就非常難過喔 我就問 我就 上帝呢 我一直跟上帝 我一直 非常非常難過喔 可是我還是去了喔 因為聖經有說呢 我們要 愛父母過於 愛自己的 兒女 兄弟姐妹父母喔 對所以呢 我就去了喔 可是呢 上帝其實照顧我的妹妹 比我照顧的還要更好 那這次我們後來去 我的朋友 有沒有人去過這裡 這叫做Banf 大家應該都去過喔 對 非常的Banf 還有那個 那個 這是什麼 Lake Lewis 對 對 這個都是 我們這個是我們的一個牧師呢 這個 外國人呢 他就是我們的牧師喔 他呢 因為我們的 因為我去了那邊 所以很多開始有些東方的人 去到我們那邊 所以呢 他為了 愛我們喔 他就帶我們喔 把他的工作全部放下 就是帶我們去這邊玩喔 那這個男生呢 另外一個年輕男生 他就是日本人 我們呢 就是跟他們傳呼音喔 我們就是要跟他們傳呼音 那我 我去到那個 專門我在那個 學英文喔 你去到加拿大 你都要去學英文 要去上那個ESL 第二語言喔 所以我們去到那邊的時候 很多那個外國人的同學喔 特別很多日本同學 有一天呢 我們在搭公車的時候呢 就心裡很火熱 衛神大發熱心 我就跟他說 我心裡充滿了火喔 我就是要告訴你呢 耶穌愛你喔 在他那個計程車上面跟 在那個公共車 公車上面跟他說 我說呢 耶穌愛你喔 我心裡如果 我不告訴你喔 我覺得我心裡面這個火喔 一定要我告訴你 耶穌愛你喔 所以這個後來呢 當我我們去 後來我在那個溫哥華 待了四年 四年以後呢 我的簽證就沒有下來了喔 然後呢 我就回來喔 那因為呢 我剛信主的時候呢 我非常的羨慕戴德森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戴德森 他是一個宣教士 而且呢 我非常羨慕戴德森呢 他是過性侵生活喔 所以呢 我呢 很希望我也可以超練過性侵生活 而且我也很欣賞 這個德雷莎修女 不知道大家有聽過嗎 我也非常羨慕像德雷莎修女 好棒喔 我也 因為我們的溫哥華的這個牧師喔 後面那兩個 他們呢 以前呢 他們本來是在印度宣教的喔 這對夫婦他們本來是律師喔 可是呢 那上帝呼召他們呢 去到印度宣教喔 在印度 而且是在部落喔 部落是非常落後的 在 不是在城市 不是加爾戈達 加爾戈達還稍微好一點 他們是在部落喔 一個律師 他們去到那邊 後來他的簽證沒有下來 他們就回到溫哥華 然後一個 一個有殘葬兒子的父親 約他們說 你們去辦一個 專門辦給我們這個 殘葬的孩子的一個教會啊 所以他們就辦了 Joy Fellowship 就是喜樂團契喔 那我就 因為他們知道呢 我呢 很羨慕像 德雷莎修女喔 所以他們就去印度 回去印度探訪他們的時候 他們就帶我一起去這個印度喔 所以我在回城 到溫哥華的時候呢 不是 回國的時候 回台灣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一起去到印度喔 在印度呢 我們就去了很多的 他們以前的教會喔 這個是 他們印度 都是用 這個 他們用手抓食物嘛 手抓 所以跟他們 然後呢 他們這個穿的衣服呢 這個叫做 通知病 我們都要做一些他們的衣服喔 進到他們的當中 穿他們的衣服 那這個呢 這個是呢 我們那對宣教師呢 他們回國了 我自己呢 留在那裡喔 因為我一直很羨慕 這個德雷莎修女喔 德雷莎修女 為什麼她會出來做這三事業呢 因為呢 她聽見上帝的呼召喔 上帝跟她說呢 叫她出來喔 出來她的高牆 讓高牆倒下喔 去向那些更多的 一些窮人去傳福音喔 所以呢 為什麼 我呢 很羨慕德雷莎修女喔 我就呢 當我 我們到加爾各達的時候呢 我是跟那個宣教士呢 住在他們的宣教士的那個旅館裡面喔 那裡比較安全 可是呢 我就想說我要像德雷莎修女一樣 自己呢 去那個外面喔 去可以去接觸更多的人喔 所以我去 我最記得我在那個印度的時候呢 我呢 因為要拿簽證喔 在我前面的那個人 就是一個英國人喔 他呢 我就跟他傳福音喔 我用我的很破的英文呢 去跟他傳福音喔 不過因為那時候 非常的愛祖喔 心裡看見人呢 都會想要跟他傳福音 即使呢 是外國人喔 我就覺得我很破的英文 我還是要跟他講 我還有一次 也是在印度喔 一個女生 搭那個火車喔 裡面都是男生喔 其實我跟 也有兩個女生 另外一個就是西班牙的人 這個西班牙呢 他呢 很多在印度 很多各國來的人喔 他們呢 他們呢 因為印度便宜 所以他們都會來到這邊旅行喔 那這個 這個人呢 西班牙的人喔 他們也是來印度旅行 然後呢 他們就跟著這個瑜伽老師啊 有不好的關係啊 我就告訴他 你要回來信耶穌喔 回來信耶穌呢 你才會有好的日子 好生活喔 所以我還帶他到我處的地方去 帶了一下子喔 所以那這些 這個照片呢 是一群 我離開我們的宣教室 我就跟一群荷蘭的人喔 我們一起去那邊旅行喔 我們自己搭車 搭火車去旅行 然後 我回來台灣以後呢 那我就 上帝就叫我要還我所許的願 我許了什麼願 蛤 我許了什麼願 你們記得 蛤 蛤 蛤 我許了 我說我要去念神學院喔 所以我就還了我所許的願喔 我去念神學院 這是我唸的第一間的神學院喔 他叫做宣道神學院 他是一個非常小間的一個神學院 那我們要去實習的時候啊 很緊張喔 因為很害怕 從來沒有做過去實習喔 喔 那個 我們這個同學就替我們禱告了 他說呢 愛裡 沒有懼怕 愛即完全就把懼怕出去 當他替我這樣禱告的時候 我真的心裡感動 我覺得 愛給我們就不懼怕 所以我們那個同學很棒 我在申請神學院之前呢 我也非常害怕 我跟上帝說 上帝啊 這個什麼都不會喔 人又不好 什麼都不會 為什麼要去念神學院喔 上帝呢 就派了一個宣教士跟我說 他說呢 上帝呢 不是要降災禍的意念 他是要賜平安的意念 要叫你末後有指望 所以呢 就去念神學院喔 那這是我的 這個 有一個年紀大的喔 這個人他80歲了 還在念神學院喔 後來他也很厲害喔 80歲了念神學院 後來畢業了 去教會當傳道喔 那這是我第一間的 那個實習的教會 因為他們的 這個 那我們的院長 他知道我 非常想念我們的 溫哥華的家人喔 所以呢 他就讓我去一個 外國人的宣教士的教會 去實習喔 那我 那當我要從溫哥華回來的時候啊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牧師就請我分享一下喔 那我分享話 我覺得上帝就是告訴我喔 當我撇棄一切 我的家人 我的父母 我的妻子 兒女的時候呢 上帝要給我們的是百倍的祝福啊 上帝說呢 看哪 這些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喔 有一次耶穌 他的母親來看他 他說呢 你的母親在外面找你 那耶穌說 相信耶穌的人喔 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喔 我覺得信耶穌是真的是百倍的祝福喔 那我去到溫哥華 去到這麼各個地方的時候 就發現在基督耶穌裡 我們是一家人 這對夫婦 他們也是 帶我們就像一家人一樣喔 然後這就是我的母親喔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母親大概八幾歲的時候 這是我的從國外回來的弟弟 那這是我 我呢 這個我不知道怎麼開 這是我的哥哥喔 我的哥哥呢 我媽媽在我 唸第幾個沒關係 我的媽媽在我唸神確院的時候呢 他就中風了喔 後來呢放五哥哥中風喔 我哥 當我哥哥 當我接到電話說我哥哥中風的時候 哇我都快昏倒了 我說哇怎麼又來一個 可是呢 上帝真的是信實的喔 他都照顧我們喔 特別是我最 所以 當我 我哥哥 這是我哥哥的照片喔 當我哥哥走的時候喔 我就想到 我就想起來喔 我哥哥呢 他說他是保什麼險啊 他是保基督險喔 以前 以前我們教會傳道會約我們去保險 他就說他是保基督險 上帝告訴我 上帝真的是豐富的為他預備喔 他雖然是癌症喔 需要很多費用 可是上帝完全為他預備喔 所以真的是 我們是上帝的兒女 上帝為我們預備 我們所需要的一切 那這是我在翠伯的 跟我們這邊的 有名的阿祖 一起配搭 還有我們的那個 挺美啊 挺員 一起配搭的 所以我們人生當中 我們都會碰到困境對不對 在碰到困境的當中呢 怎麼辦呢 你會 祷告對不對 你會喜歡你的困境嗎 不喜歡 沒有一個人喜歡碰到困境 可是呢 困境對我們有沒有益處 有喔 困境對我們有益處 而且呢 他是要幫助我們 可以越來越好 所以在 當我們碰到困境的時候呢 生命的轉折點 我們就要選擇 選擇什麼呢 相信耶穌愛你 上帝愛你 他不是要降災獲得一面 他是要賜平安的一面 讓你 末後有指望 所以呢 要選擇 我們要好好的愛耶穌 只有 上帝可以幫助我們 在這個 彎曲被扭的子彈裡面 可以站立的文 而且要 愛人如己 而且呢 上帝說 他以 什麼 永遠的愛 永遠的愛 永遠的愛也沒有起點 有沒有 是 話語圓圈 圓圈是沒有起點 請你來跟我做一個動作 神 神 以永遠的愛 永遠的愛 愛我 愛我 神 神 以永遠的愛 愛我 愛我 阿妹嗎 阿妹嗎 好不好 好 我們也要以永遠的愛 愛上帝 好不好 好 感謝主 那我們要來唱一首歌 這首歌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不知道你會不會唱這首歌 會 我們一起來大聲唱 要預備 來 耶穌愛我 耶穌愛我 我知道 耶穌愛我 以有神情告訴我 凡小孩子 主母呀 我們亂落 我出港橋 主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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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情告訴我 我們要請我們的小莊姐來幫我們唱 我要請各位跟我做一個動作 你會唱這首歌嗎 只有唱主耶穌愛我 就好了 好 大家一起來唱 因為我們都是經歷到主愛我 對不對 來 你再坐 主耶穌愛我 主方 愛 愛 愛 我 我 主耶穌 主耶穌是最大的 主耶穌 主耶穌 愛 愛 愛 我 我 會不會 我們進來再一次喔 主耶穌 愛 我 主耶穌 愛 我 好 來 主耶穌 我 我 主耶穌 愛 我 主耶穌 愛 我 我 每天可以唱這首歌 祝耶穌 祝耶穌 愛 祝耶穌 祝耶穌 愛 我 主耶穌 我 愛 我 祝耶穌 愛 我 祝耶穌 愛 我 祝耶穌 祝耶穌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希望你今天可以得到一份愛的禮物 就是 耶穌 感謝主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我們五起唱這首歌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一起來唱這首歌 我 我 也 愛 祝耶穌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愛 祝耶穌 天啊 天啊 祝耶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